反正我是经过四回拆迁 我一人赶到四回拆迁 我赶上四回拆迁 原来我最早是在西藏区 在西藏区那边住 越那边越搬越好 就是住了一个正房 然后下面开始住楼了 但是我不怎么喜欢住楼 因为没有地气 以后养老还是住四个院好 对 后来要住平房 接地气 接地气 对对对 我喜欢 我喜欢 因为你看我妈在西藏区住了七十多年 嗯 正经理行吗 嗯 正经理行吗 普怡 对对对 普怡开会地方对面 我妈住了七十多年 那还有一些 我妈十二岁到北京 住了七十多年 后来也是拆迁嘛 我妈也不愿意 说你看看这么好地方 她要拆干嘛 那是一个庙 那是一个庙 那有保护的 有那个有佛子那样保护的 我妈说这个庙多好啊 你们不要拆了吗 嗯 原来这个庙原来是五个门 我妈说五个门 一个庙 一个庙 保护一个庙 嗯 那像咱这个院如果都拆了吗 拆了 拆了 咱们听着场 哈哈哈哈 我说像咱们这个院如果是 他会补偿多少 一天呢 补偿 好像呢应该是十几万 十七八你好像 应该是 应该是十七八 因为国家给的是二十万 一平米 一平二十 应该是啊 应该是 因为政策嘛 就是国家政策应该是二十 一平米还对 因为到他那就是 因为拆迁 你想拆迁 他得 他得 摟点 嗯 是不是 二十 十七八 能 能买一个 能在 五六房能买一个 四五房吧 四五房不行 你要买二十房 花这么多 你买二十五房 你买八几年 九几年的楼房差不多 你看你 要现在买房啊 但是是 现在是不贵 因为现在疫情嘛 刚刚什么呢 现在疫情那不是 房价跌的厉害 卖不合适 对 合适 合适 现在就买房价跌的厉害 卖是相当不合适的 因为我做买卖都三十年了 哇 你做那啥子 做买卖的 你应该做这点什么买呢 还是经济的 相当好使 是 一看就是 你知道吗 我们做买卖三十多年 你以前做什么呢 我什么买卖都做 都做 原来跟 我原来跟故宫 然后门口做 就是故宫的公园 在公园那一块附近 还有公王府 高海 南多五相 这就做买卖 做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那时候应该做这买卖挣钱 你那是 九几年了 八几年我就做 哦 做买卖找 我八十年就做 那行好 因为我七二年 因为我们七二年 我八三年 那时候 我说我这买卖 为我自己做好 跟您打真打 真敢干 我对 不干 那时候就下海了 bloow 自己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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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勒 放 你可以